冬秋節的代表東西有哪些呢? 月餅 閉嘴喔 這話我講太快了是不是 對 月餅的月 欸 啊月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五毛媽 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 現在先訂閱 先訂閱 好 中秋節快樂喔 月圓人團圓 中秋節的代表東西有哪些呢? 月餅 最後 最後講太快了是不是 對 柚子 還有烤肉 除了這兩樣還有什麼呢? 滑龍粥 滑龍粥 月餅啦 月餅啦!就是月餅 怎麼滑龍粥啊?那是醜東西 我們這一集走小清新風格 對 我今天就要來做月餅 那不是做我們人類的喔 是做宠物的月餅 这个是什么 模子 月饼模具 OK好 现在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主题 来做月饼 然后因为我是用唇纤石 所以我怕它会掉出来 于是我就先这样子 弄一个 要包线的空间 nay 明显 特别有钱 黄 sevent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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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漂亮啊 那压这个月饼啊 有什么技巧吗? 要把它压满、压实 不然我发现我好像有高低 对,就是要把它压实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太软的 软到跟泥一样的 反而也不好 因为我有一些模子是有图案的 结果它就直接 它的那个图案卡在 泥直接卡在上面 然后下来之后 这里是有一半没有图案 但是看不出来 所以你建议就是 刚好要软硬适中啊? 对,我觉得地瓜 地瓜表现最完美 然后 马铃薯 就是马铃薯卡在上面 那刚拍的时候 没有紫色这个 食材的介绍 紫色的这什么? 紫色的这一个是紫地瓜 紫地瓜 嗯 嗯 我觉得还不错 效果还不错 第一次做嘛 很棒很棒 登登登 好啦 各位如果说 在家要做月饼 我跟你说 那个模子啊 你也可以做给人吃 人的话你就用面粉 外面用面粉 中间用红枣泥啊 然后再加蛋黄 一样是个月饼 然后做给宠物吃的话 我是用鲜石为主 对 有没有觉得五毛妈很棒棒啊 有 多才多艺 棒棒就帮我拍拍手 好啦 在这边我要祝各位 中秋佳姐愉快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 订阅 按赞 和分享哦 等一下会有五毛吃播的影片 不可以按掉 不可以按掉 我们每周三 每周日 晚上八点 都会更新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收看 记得加入我们社团 和追踪我们的IG哦 最后一定要 订阅我们的子频道 叫做什么呢 要五毛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 要五毛给一块 把它给订阅起来哦 好啦 那我在这里跟各位说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小陈啦 小陈 小陈你在等什么 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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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怎麼這麼快敲 不要來偷吃別人喔 不要來偷吃別人